大家好 欢迎来到桃子看红木 今天在工厂给大家看货 现在太吵了 现在台湾里太吵了 因为那个机器声太吵 然后这里顾问师傅在打磨 也就是我们讲的挂磨 我们业内的一种叫法 然后给大家说一个事情 网上有一部分人在照谣 说这个工厂师傅有年薪30万 一个月2万3万 我告诉你那是肯定是没有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师傅怎么挂磨的 我们这个师傅就在挂磨 然后拿上这个工具 工具就是这几样机器 然后抛光的 还有这个小磨机 然后把这一位是搞光滑 先把这个浇水 因为補助浇水 一条的搞干净了过后 然后再用刮刀来刮 再用那个刨来刨过 然后刮完了 这还是打磨的第一道工具 最后还要用杂子磨 磨完再向第一 这是松松过后的第二道工具 然后这是咱们合伙人老人的这边工厂 打磨就是这样打的 这里大概有一个打好磨的顶箱柜 这个顶箱柜是一个定制的苏田草建 然后做了三个门 这些看一下原木 原木这些都打得非常的干净 一刮刀啊 用刀片在上面刮 现在看我视频的木有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 然后关完了 到时候这些还要用很细的杂子 把它磨得很光滑 然后里面再去看一下 都搞得非常到位啊 然后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闻这个味道 非常的香 冷电话里的香味出面而来 再看一下我们的纯帽结构 这些都是我们产作的这个全纯帽结构的货 然后呢 这些啊都是大大的帮损 然后这是针子的脚 一堆一堆的 所以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去听别人讲什么怎么样 最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铺头看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然后哪个部位有没有纯帽 哪个部位有没有假就这样看了 然后大家参观一下我们这个 长纯帽工具啊 两件花的一幕 然后这些就是辅助浇水啊 然后把它收得很利缝了 做得非常的精细 然后再上辅助浇水 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每个部位每个部位在组装成一件加剧啊 然后这里是合伙人老人的护工区 然后这里各种各样机器 各种各样机器啊 操作这些机器都非常的危险 大家看看这个电锯啊 很快的保护装置真的是没有 网上有些说有保护装置的 那种很少有工厂在使用啊 因为那个照价太高 这个洗掉机洗床 还有这个通报排具 好了这期视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学习红布知识提高使用能力啊 想学习红布知识的公司节目们啊 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支持啊 青山不改避水长流 咱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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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